花蓮县政府农业处西首花蓮区会 特别在花蓮港举办了 丰收庆鱼水产品的行销记者会 推出了四道吉祥鱼货年货组合 方便婆婆妈妈带回家料理 也请花蓮区会总干事林俊吉 亲自示范为鬼头刀去林去塞去内帐 现场还提供新鲜海鲜料理 让民众享用非常的愉快 陶海人出身的花蓮区鱼会总干事林俊吉 现场露一首鲨鱼秀 吃饭分切东部盛成的鬼头刀 切鱼去塞去内帐 身手相当利落 农历春节将至民众准备采买年货 花蓮区鱼会把握年节送礼市场 27日在花蓮鱼港多功能场馆 举办活动行销鱼产品 推出四款海鲜礼盒 以市价75折优惠行销 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 即一起至2月2日受礼宅配到家 在这里希望大家要了解我们花蓮海鲜 最亲的 因为我们这里都要看最亲的海 最亲的海鱼就是青鱼 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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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花 你看看 在我们花蓮前面吃 结果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天后四夭的 结果是我们花蓮的 所以今天拜託我们台座基甲 给我们公共资计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花蓮有这么好的海鲜 鬼的刀鱼 其实它的特色的话就是 它的鱼肉都好 其实它非常的有营养价值 它的维生素 它有维生素B6跟B12 那家里的话就是 它有高蛋白 然后DHA 吃鱼肉的刀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的话 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我们就是三清去栽 然后去铃 去内脏 然后轮切的方式 它新鲜的话 最主要是你要油炸 或干鲜 或煮鱼汤 那都非常的OK 花蓮县渔会 今年针对我们年节部分 推出了鱼获的礼盒 有四种的年货礼盒来推出 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 一起来订购 那另外呢 我们在今年的花蓮县政府 年货大街 2月3号 2月8号 在我们的树杂道办 那包括不管是鱼获的年节礼盒 或者是县内很多的 农与有的一个产品 跟年节礼品 都会在我们的年货大街来展售 欢迎大家2月3号到2月8号 可以到我们的日出大道 来参加花蓮县政府的年货大街 今年渔会年节礼盒 主打在地本港献捞鱼货 一品香多寡 分别有五福林门 六六大蒜 八仙过海 还有十全十美 约市市价七五折 包含七种鱼类 还有一口吃乌鱼籽 白虾 花枝丸 湿木鱼丸等 适合过年团圆料理享用 现场同时有鲜鱼品尝 鬼头刀鱼丸 海洋陶翼模型彩绘等DIY活动 2月3日期的县府年货大街 包含农会年街礼盒或农与有产品 都会在年货大街展售 欢迎民众踊跃采购 记得长包业 华林诗报导